之前有講過我們這部戲裡面 製妝費花了蠻多的心思的 那金錢這方面也是也花了蠻多的 那志祺在露天行至少有二三十套的西裝吧 所以大家可能有點像在看時裝秀啊 或是服裝秀的那種感覺 也是因為他的角色的需要 因為他是做廣告的 是做創意的 所以在志祺的打扮上面一定會花更多的心思 所以在這方面 網友之後還可以看到更多更厲害的服裝 敬請期待 那你對於這間手衣這個衣服的衣服 要花很多錢了 對那好險不是我花錢 是三立花錢這樣子 我就好啊 那就大家 我還負責當衣架子 我就把我的衣服的狀態博物是好 這什麼衣服都可以穿這樣子 那志祺可以服穿了兩個衣服嗎 像錢送你跟日本之間的衣服 對啊 因為就是他其實就有點白癡白癡的 然後 可是 就是 怎麼了 怎麼了 失笑 沒有就是覺得 就是因為我其實有揣摩一下 可是因為很怕自己就是完全在模仿 牽送一 所以希望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那我把一些自己個人本身的白癡美加進去 所以就是 昨天看完我的評價就覺得好像還不錯 而且就是其實我比較注重的是看起來有沒有變瘦 哈哈 就是因為我從開拍到現在就是一直減肥 努力減肥 然後這算是最開始先拍的戲 所以希望大家知道看 之後看到都會越來越瘦 越來越瘦 越來越瘦 對 有看到你 有看到你第一場 真的蠻重的 欸欸欸欸欸 幹嘛這樣 對啊 好 馬甲腺 馬甲腺 現在就是有一點代謝了 不知道 現在就是 對啊 因為最近也在學主餐嘛 然後我想說 欸等到一個程度 吃了一個月之後再開始練 嗯 對啊 因為聽說就是 脂肪消掉會比較好練嘛 對 所以我就先把 腰部的脂肪 先再少瘦一點 然後再開始練 但其實我基本上睡前都會有 我現在又養成就是 養我起座 養我起座 破三之後就會 所以破三要先破二嘛 對 破二就是你們先露嘛 運慶啊 南海門 南海門 先 你有在練嗎 有啊 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對 好 期待一下馬甲腺 對 各位